What's up everybody 我状态调整好了 每天早上我打招呼 和你们大家打招呼 你们看非常流利 但其实都是经过我无数次的调整 拿捏 再找好 这一次给你们打招呼的感觉 现在我准备把这台 Purple Money拿去 拿去我店里 把我的新排气装上 因为昨天他们已经和我说 从台湾那边寄过来的 特意寄过来的 一天就到了 我想哇这么近吗 还是挺暗的 但是寄得非常快 我现在要拿过去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给小牛Purple Money 新的排气 在我上车之前 我要给你们大家最后 最后一次听一下原厂COSTAR 我的车 应该挺冷的吧 好几天没有开过了 所以 你们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我视频里 听到这台车 有原厂排气的这种声音了 Are you guys ready? Everybody 我觉得原厂排气已经非常好听了 但是马上就要变得最后听 在你们之前我看了一下那个排气 哦那个tip 那个forge carbon围绕着那个tip 就那个 那个 哦那个头 太美了 而且那我看我自己那边有灰层 灰层 之前那个灰色的也挺漂亮 但是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排气 在这里 在这里整个的一个箱子虽然不大 因为来讲我换的是尾段 我现在迫不及再把它装上去想听一下声音 但是在那之前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箱子里都有什么 这里 哇 这属于一个尾段整体的一个 这些这些拐子这些构造 具体里面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我也不了解 我也不是设计这个是吧 这些都交给FI他们 他们的工作 然后特别的地方在这里 你看到有个 Yellow Do 哦 你们俩觉得这个面不面熟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 视频每天你们看到右下角都有这个logo 所以我觉得 就他帮我加到这个让我觉得 即使你拿车装进去的时候 打在这里你看不到 在至少装之前 我看到了 也让你们大家看到的 就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收到这部forge carbon的排气 太漂亮了 就完全可以匹配到 就是我正常performante 就后面这些 质感这些纹路也都差不多 非常相似 非常相近 太美了 真的这些 然后里面两个tip 然后还有一个遥控器的盒子 基本箱子里差不多就这些东西 刚才你们没看的 没看的那段时间里 我自己举这个排气 给我举得浑身直热 然后对了 我感谢我远在 Arizona 亚利桑那边的好朋友 孙楚 就他的公司帮我把这些东西拼凑了在一起 是吧 让我让你们大家有了一个 新的一个体验 新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会把他的公司 美国的 国内的 公司的 砰 砰 在美国 就叫Aero3Z 然后国内叫一芒 我这俩砰砰的太不尊重人家了 然后还有我会把具体的一些信息都放在视频下面 Description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无论从 国内国外你们想改装的 就非常有名的套件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们只要能想到的 你们脑子里有的 大家都可以找他 可以找他 而且非常能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是吧 你提我也可以 你不提我 那就贵点吧 然后现在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这个状态车上 声音是怎么样 像我跟他们达说了 我真觉得变化不大的话 我也会告诉你们 因为我个人感觉 已经是一个原长排气 非常非常好听的 因为不像普通小牛 这个已经把那个声音 就我觉得原厂栏目基尼 调教的很极致了 但是我现在也非常期待 因为FI我觉得也算是做排气 在这个行业里 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虽然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I respect 但是我 我要做的是让你们大家 哎呀真能感觉到区别 我不可能今天为了 我真装上这个了 然后我觉得没有变化 我还和你们大家说 哇超太好听了兄弟们 不可能这个样子 对吧 但是那个tip来讲 就那个tip 就这个本身来讲 我就觉得你看 Vord car们放在这里 我觉得已经够激动人心的了 你知道吗 我放的位置 大概这个意思 我所意思就是摆在这里 那个感觉 然后还有前面的台 那台车恢复成了原厂灰色 我觉得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Clean Air Vehicle 我不知道是谁 给了我这么小小的一个 stopper rise 说我可以当电车那么开 我 无礼楼萌啊 哈哈哈 那不管怎么样 这台车一会儿 有人过来汽车 洗的干干净净的 我就带回家了 还有这台车 我不知道今天一天够不够用 如果今天不够用的话 明天我过来去 给你们大家听一下 整体的一个 啊对了 说整体的一个 我改之前 我要把现在的声音 给你们拿来最后听一下 最后最后听一次 原厂Purple Mounted的声音 我说了原厂已经 啊 Ry你耳朵怎么样了 有保险吗 哈哈哈 找到一个 我要把相机放在地上 然后对了最关键 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如果我们大家还没有订阅 YellowTube YouTube channel的话 记得make sure 订阅like share comment 呃 还没有piss啊 哈哈哈 我发现我plug 我自己好熟练 然后对了还记得 关注我和Ry在instagram上面 哈哈哈 我一直觉得 它这个排气的设计很好看 然后应该也看不到 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原厂就可以看到 原厂就在这里 但是我相信 所有原厂车的那种 Muffler 就这个地方 就非常的大 为了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但是但是就相对于 就这个地方 就是把你真正排气的声音 是剪掉了 削弱了 很大一部分的 最主要的根源就是这里 你看现在这里面多小 啊 这小东西 排气本身可以做成金色吗 你以后看原厂 里面它是个铜色 排气我记得给Aventador 大牛的 有全金的 就价格非常高昂 但如果就像 都买那种车了 有些人就想享受那种感觉 对吧 是K金的应该是 然后当时 这里面想 本来想给我定做金的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赶紧把这个台气拿到手 时间它不允许我那么放纵 但是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 我愿意换也可以换 但是我觉得Carmen Fiber 配上这种 就银色的 Forge Carbon 对啊 Forge Carbon 我觉得也非常漂亮 这金色的 虽然我挺喜欢啊 但是我想赶紧把这个声音 我想自己想验证一下 因为我这么久 一年了在车 我没有改排气 就是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排气让我觉得 能帮它有一点点变化 你明白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想赶紧验证一下 怎么样 因为一个这个来 这个东西来讲 不会影响排气本身的一个效果 所以只是for sale 给大家看的 非常美 就如果大家谁跟在我屁股后面 虽然应该不会跟那么近 如果跟那么近 你们大家都能看到 排气上面是Forge Carbon 就不太对了 就不太对了 你不太对了 你们肯定是否判了 你不太对了 我不会看的 我说要看的 我不是不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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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一点点被肢解的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尾翼拆下来了 我之前说过就ALA这一代 就属于空气动力学套件 给PurpleMonte的 让大家看 就是真正可以 就是functional 真正可用的 并不是这些洞 看起来都是装饰品 你看这里空气 如果刚才在车上 可以更直观看见 空气吸进来之后 看尾翼的下面 有无数个小洞 小洞小洞小洞 这两个地方是你装在车上 你看不到的 然后拆了之后我觉得 从这书崩出来了 给你们展现一下ALA牛逼的地方 要不往里倒点水 我觉得这里面下来 都一点点的糖水 重量我觉得 这非常轻 尾翼在那里 然后现在后面整个的一个 Bumper在这个位置 就完全是从侧面看 这样就捏合成一个完整的 performante 然后现在后面 我把forge carbon的那个tip 换上去了 不是我 大兄弟他 我只是辅助了一下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种forge carbon 后面 就是很大一部分 performante后面的Bumper 都是forge carbon 就碳纤维 这种碳纤维 然后配上了 这个tip 虽然说变化吧 没有说那么那么明显 因为原厂黑色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这种 细节决定成败 我觉得 还挺漂亮的 然后现在看到 原厂排气这里 就说那么大一个muffler 看了吗 那个管子非常长 然后新的这些fi的 就是短小金焊 所以声音来讲 应该更清脆 更红亮 更响亮一点 那个啪啪啪的声音 我假设应该也会更多 现在排气 我给你们大家看完了 就每一步之间的一个过程 我都给你们大家记录了下来 然后现在还需要 大概三四个小时 把排气放过去 把那些就是 就它有一个开关发门 可以调节开关排气的一个 一个按钮 就属于连这些线 有啪啪啪啪这些 所有东西大概要三个小时 我没有这三个小时在这里 待着陪着它 但是我尽可能的给你们大家 记录下来 每一个改排系列的过程 但有搞不好有可能 你们大家看完我这个视频 自己拆 那么今天都有可能了 然后现在我这台 Beautiful Black Rapper 已经洗完了 干干净净放在这里 还有这台已经恢复成 原厂灰色的 原厂灰色有多久没见了 你们大家 啊 在这里 这个颜色还是更适合我一点 我非常开心 我非常喜欢 现在我是在 Purple Monte 已经换完排气 大家看后面 这个银色的 配上Forge Carbon的这个 而且上面有一个FI的logo的 这个里面还挺漂亮 这个标志在这些 到现在我要把车移到里面 昨天同样的位置 就我现在准备给它移进去 给大家听一下 新改完排气的 Purple Monte的一个声音 听完了吗 听完新的排气的声音 我就更红亮更响 然后啪啪啪的声音更清脆了 刚才给你们大家听完 新改完的Purple Monte的排气 就我觉得来讲 就无论从点火到我踩 就踩起来Rabbit Rabbit 那几下之后就感觉 声音就比以前放大了 因为像我说的 那Muffler 最就是最吸你声音的 那个东西变得更小了 也也不是原厂那么那么大的 那个东西 然后啪啪啪的声音 就更清脆了 但是我准备刷电脑的时候 我记得是有什么stage1 stage2 然后我在想 要不要再添加一点点 那种啪啪啪的声音 就是你在街上一降档 本来小牛就有那种 回谷放暴的声音 但Purple Monte相对于少一点 普通小牛多一点 如果我可以把那些东西刷出来 刷更多一下 那我还是很陶醉 沉浸于那种声音 然后现在我准备开到门口 这条路上 然后我让Rain 给你们大家捕捉一下 那种flyby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